日本网球选手大阪直媒 以保护心理健康为优宣布退赛 美国体操天后西蒙·拜尔斯 也在去年东京奥运时 因巨大的心理压力问题而宣布退赛 那么台湾运动员心理健康的问题 体育署是否已经在后勤资源做足准备 其实呢不管各个层级的选手 他一定会面临到临场的这个心理的压力 心理训练呢又必须讲求 个人化 那所以呢运动员对心理训练呢 是一定有相当的需求的 相较于身体上的体能表现 运动心理素质更需要花时间培养 要能足够了解选手的内心 排解掉影响表现的压力源 考验着运动心理咨询师的专业程度 运动心理咨询师呢在辅导的过程 最容易遇到的是教练跟选手 无法对这个专业的人士建立互信的关系 那所以这个专业人员应该要有 好的这个运动心理咨询师的证照 然后再来就是有专业的这个经验跟素养 运动心理咨询师因为需要高专业的条件门槛 体育署在后勤资源 人力不足的问题也提出了改善计划 今年整个国勋中心现在有做了一个 所谓的人力的一个强化的一个计划 大概会再多征聘20到25个人左右 那这个当中就会有包含 运动心理智商是在你 随着运动员的心理辅导逐渐被重视 选手们能够获得更好的身心照护 在国际赛场用好表现触动国人心扉 记者王永俊林芳琪采访报导